在大胜马次的比赛中,火箭最大的收获,不是降低了主教练麦克德·安东尼所担忧的失误术,更不是P、J、塔克为球队重塑了联盟TOP10级的防守, 而是,卡梅蒙·安东尼在融入火箭死亡无小阵容所爆发的杀伤力竟如此惊人,因为塔克的付出,安东尼加蒙火箭后,第一次出现在了替补阵容中,这样的身份转换让田光并不适宜,他的前期次投篮只有一球命中,更糟糕的是,他在替补阵容中的存在还影响了埃里克·戈登,火箭超六全场只有八投二中的五分的表现, 为了给安东尼腾出第二阵容第一火力电的位置,他不得不更多的转移球,持九分钟能有三助攻在个登上赛季的比赛中,是极少出现的情况,在此之前,就有很多美国专家就指出,安东尼打击不是对火箭最大的伤害,而且,这种伤害会从球场一直蔓延到更衣室, 但依次小一般战火箭得到了一种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方法,卡佩拉因为右手受伤,提前下场是一切的开始,在那后,迈克德·安东尼不得不在第四节一小个阵容出战, 塔克单单中锋,安东尼是打前锋,在随后的比赛中,塔克在防守端的表现,就像是德雷蒙的格林之余勇士,而安东尼在进攻端的发挥,就像是杜兰特之余勇士,在两分钟里,他连续四次投篮命中,这是依靠他连续得到的十分,火箭不仅半超了比分, 更将优势扩大到了两位数,他太完美了,德·安东尼对于安东尼的表现如是说到,哈登和保罗没必要再扛起所有责任了,他也能统治比赛,他的中投和地位进攻,在比赛最后阶段真的是太棒了,在大部分比赛中,我们并不需要他这样做, 但在比赛胶着刀只差一分,两分或者三分时,他给了我们又一个非常好的选项,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撰载